說實話我有比較少騎這種分離靶的車款 但是其實操作要領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 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大家好我是阿虹 這次的教學影片是有點特輯的感覺 主要是針對我之前的教學影片 15、16、17 大家在影片下方所提出的問題來做回答 這一集主要的重點會放在分離靶的回轉 因為很多朋友會覺得說 我示範車輛是接車靶比較好回轉 比較容易回轉 但是不管你是分離靶或是接車靶 基本上回轉的方式都大同小異 而且那一集主要提出的方式 都適用大部分的車輛 當然分離靶的車還會有額外可以注意的地方 那待會會一併交給大家 第一個問題是在回轉的教學影片之中 最多人所提出的 就是分離靶跟接車靶回轉上的差異 很多朋友會覺得分離靶比較難回轉 可能感覺上會不一樣 雖然分離靶的回轉比較困難沒有錯 但是基本上我們所需要的要領都一模一樣 所以待會的教學 有一小部分的要領我可能不會再重新的重複一次 所以大家如果想複騎的話 可能要回到那一支影片 我會針對分離靶所需要注意的 來再跟大家分享一次 通常騎這種分離靶的車款 不管靶高低 可能像現在我騎的是CBR60R 它可能算是有造街車 可能分離靶的靶高沒有這麼的低 可能傳統的仿車會更低 但基本上分離靶也大概是這樣子 但還是可能會因為重心的差異 還是有一些些的小差別 但基本上就是這樣了 因為我們今天使用的車輛已經是分離靶了 通常騎這種分離靶的車型 會覺得迴轉非常困難 就是因為很多朋友他就是會這樣 就是手會死 直接把重心施壓在我們的車手上面 這個時候對你來說要迴轉一定很難 雖然我們的車把一樣可以操作 可是我們施加了非常多的壓力在這個車把之上 所以在迴轉的時候 會覺得壓力非常大 或覺得非常不容易控制 所以可能在騎乘姿勢端 或是我們在準備迴轉的時候 我們可能要稍微把我們的手 稍微放鬆一點 把我們的手放鬆一點 這樣子在做迴轉會比較容易 我們上半身也比較容易做搭配 因為我們打直的時候 我們身體就是非常的僵硬 你可能也沒辦法像影片中我所教的 我們身體要跟著車一起轉彎 會因為你的手打直 就完全放不到 所以在這種分離靶車型上 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我們上身的鬆緊度 我們上身可能要特別的放鬆 這樣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整個上身一樣來做使用 不管左轉或右轉都一樣 我們整個上身才可以一同的做使用 就不要這樣撐著 這樣撐著我們也沒辦法往我們要的方向看過去 所以記得喔 兩隻手我們要記得要先放鬆 那我一樣會實際操作一次給大家看 那些操作上的細節還是可以參考之前的影片 我還是一樣針對分離靶來做講解 記得我們剛剛有提到的上半身就是稍微放鬆 手肘不只放鬆 我們其實上也可以稍微外翻喔 這樣待會在操作的時候呢 會比較容易操作 那我來試試看喔 我們一樣錄一檔 那我們稍微打一點跺腳 那我們上半身放鬆 看著我們要去的地方 那我先用一步一步的方式喔 我就放離合器 然後我們來一步一步踩喔 其實你上半身有看著你要去的地方 會非常的容易 OK 那我們再來試一個不弱腳的喔 也就是動態的喔 喔 上半身放鬆 看著我們要去的地方 OK 基本上就是這樣喔 那就是避免上半身是僵硬的 手是撐著喔 這是非常大忌的 而且不只是回轉喔 其實在路上這樣騎都是非常的不好喔 不好閃避 不好轉彎等等 都是非常的不好 所以記得我們在騎這種分離靶車的時候 我們手臂要盡量放鬆 不要撐著喔 盡量放鬆 放鬆之後呢 我們的手肘 事實上可以稍微往外翻的喔 可以利於我們這樣操作喔 雖然我知道喔 手肘收起來喔 拍照拍起來非常的帥喔 可是有時候我們要做一些低速的操作喔 我們可能要提醒一下自己喔 把手肘稍微放出來一點 我們才可以做操作 那其實因為 像這種四缸車的低扭比較差一點喔 所以我在半離合的時候 我通常會下多一點油門進去喔 所以不會像我飛肉雙喔 有時候直接回就回過去 那這也是我在上一支影片之中有提到的喔 可能半離合期的時候要不要進油門 會跟我們的車會有關係喔 因為每台車它的低速出力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問題呢 是我在回傳的教學影片之中 叫大家多使用跺腳 不要使用傾腳 可能單看這句話會怪怪的 但是如果是整個影片的主題 或者是交給新手們來說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使用墮腳 不要使用傾腳 因為在你騎乘狀況 還沒有那麼純熟的時候 你同時要使用墮腳 跟傾腳來回轉 我相信非常的困難 而且非常的容易 往你下傾腳的方向倒進去喔 所以還是會建議大家使用墮腳 甚至直接放棄掉傾腳 都無所謂喔 因為我們是要安全順利的回轉 當然如果你的騎乘技腳非常的上手的話 剁腳腳傾腳絕對回轉的半徑是非常的小 而且傾腳確實可以有效的縮轉回轉半徑喔 第三個問題是在基礎的剎車影片之中 有教大家說 我不建議大家用腳尖去踩腳踏喔 我在影片中也有提到說 金屬腳踏可能會比較適合用腳尖踩 因為它跟橡膠腳踏的摩擦力是不一樣的 相信有注意看影片的朋友會發現 我上次使用的車輛是CB-17 它是用橡膠腳踏 那這次我帶來的車是CBR60R 它剛好就是金屬的腳踏 當然這個金屬腳踏跟橡膠腳踏的差別 它不構成我們到底要用腳尖踩或腳跟踩的差別 但是還是要告訴大家 金屬腳踏跟橡膠腳踏它的摩擦力是不一樣的 這可能會間接影響到我們的操作的容易度 或者是風險 當然不是說橡膠腳踏都不能用腳尖踩 而是我們要知道橡膠腳踏的摩擦力 就是確實比金屬腳踏來的低 那我相信一定有朋友提出質疑 那我們可以做個很簡單的實驗 我們只要用我們的手 我們這樣把它放在這個踏板上面 你去感受一下上面那個金屬的顆粒 跟你去握橡膠腳踏絕對不一樣 像我剛剛其實握沒幾秒 我手上就有腳踏上的印記 那其實主要是想要告訴大家 金屬腳踏跟橡膠腳踏來比較的話 金屬腳踏可能比較適合用 比較運動化的方式去騎乘 它可能風險比較低而且也比較適合 那如果我們車剛好是橡膠腳踏的 我覺得我們就是順順騎 因為可能車子本身的定位呢 就是休閒用途或者是輕鬆用途 最後要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的騎乘方式會因為操作的目的不同 或是我們操作的車輛不同 或我們騎乘的人它的騎乘狀況不同 都可能做修改 只是有一點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知道我們為什麼這樣做 那會導致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個一樣是在基礎煞車影片裡的問題 緊急煞車的時候到底要不要拉離合器 我當然知道拉離合器的煞車距離比較短 而且支持拉離合器的朋友就是認為 我們煞車距離比較短 所以我們要拉離合器 當然如果在這個作為基礎以下 完全沒有錯喔 就是拉離合器煞車 煞車距離是比較短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一個簡單的 我們個人的使用經驗 我們在轉彎的時候 我們會拉離合器嗎 應該是不會喔 因為我們知道拉離合器之後 車可能會失去循跡性 然後車子會有點外拋的感覺 同理喔 我們在緊急煞車的時候也是喔 我們一開始就把離合器拉起來的時候 萬一我們車子有偏置 那是不是車子一樣會失去循跡力 我們一樣不曉得車子會往哪邊走 所以呢 才會在一開始建議大家 我們就先煞車 我們不要管離合器 而且呢 事實上在緊急煞車也確實有非常多的做法 但是既然都是緊急煞車了 我們應該是以停下來為主要目的 而且能穩定的停下來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一定是優先使用煞車喔 離合器先不要管喔 而不是叫大家說 我們以後騎車就是不管離合器 不是喔 而是我們真的是還不太上手 我們真的需要煞車 我們就趕快煞車就好了 先不要管那麼多喔 不是說以後我們騎車要這樣擠喔 我只是希望大家在碰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快速的解決掉 當然這沒有對錯喔 因為我們可能使用的環境會非常的多 甚至可能像我說的 如果我們不要拉離合器煞車 也有可能會在煞車的過程中 我們車子熄火 那外面後面有車來要怎麼辦 我們可能走不掉 這可能也是風險之一 當然我們上手之後 我們會在快停下來之前 就拉離合器啦 所以不一定會發生這個情況喔 要大家在緊急煞車的時候 不拉離合器呢 只是縱觀我們的使用環境呢 風險會相對於拉離合器來的低喔 因為緊急煞車的過程中呢 不是只有車子停下來喔 我們應該是要安穩的停下來喔 而不是用很短的煞車距離 然後我們有停下來就好 應該不是 應該是我們可以很穩定 很快速的停下來為第一優先 那當然習慣拉離合器緊急煞車的朋友 會建議你在煞車的時候呢 請務必喔 我們車子要保持直立 而且要確定一下地面的抓地力喔 因為有嘗試過拉離合器去踩後煞 應該會知道我們離合器拉後煞一踩喔 後輪其實是馬上鎖死的 那最後阿虹還是一樣建議大家喔 緊急煞車的時候不要拉離合器 問題 第五個問題呢 是在避免倒車的教學影片之中 有人分享到喔 他自己不小心車柱沒有踢好 他倒到了車喔 這邊阿虹分享一個 我自己也會這樣子做的 避免倒車的情況喔 在我們下車柱的時候 我們會做二次的確認喔 側柱踢下來的時候 我會在底再踢一次喔 確定我們車柱有到底 我們再把車子停好 因為很多情況是 我們在側柱踢下來的時候 我們把車柱踢下來 我們以為側柱它可能有到底了 但事實上沒有到 所以我們可以再多一次確認 那確認我們側柱穩定了之後 我們再把車停好 等於說我們是二次的 來對側柱做確認 第六個問題也是在 在避免倒車的教學影片之中有提到 取車的時候我們車把往右打 因為往右打的時候 重心會在我們身上喔 但是在影片中 往前牽車的時候 我又說重心會到右邊喔 所以會變成說 好像我車把往右打的時候 到底重心在左邊還是右邊 那其實這原理非常的簡單喔 我們前輪是圓的嘛 所以它可以向前滾也可以向後滾 當我往右打的時候 我們的前輪是指著我們人的方向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往後的時候 或者是車子稍微往我身上靠的時候 重心一定是往我身上過來的 因為這輪子的方向是對著我們的事 所以才變成我在同一個狀況底下 我突然說重心在左邊或者是右邊 只是因為我們的車子的角度不一樣 會改變重心的位置 那這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大家對於騎乘上還有什麼問題 非常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之前的騎乘教學影片也一樣 我可能只是單純文字上的回覆 或是我沒有回覆到 那這個問題你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請到那個影片底下喔 你再留言一下 我會像這樣子喔 會在動態的再回答給大家 那當然記得喔 喜歡分享訂閱加鈴鐺 我是阿虹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喜歡分享訂閱加鈴鐺 你 efficient